晚间新闻一开始来关注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比夏这两天陆续召见朝野政党领袖之后 前首相敦马哈迪证实向元首建议成立类似1969年的国家行动理事会的机构 召集朝野领袖和专业人士一同解决目前的疫情、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 他坦诚元首当时没有具体回应接纳或否决建议 但是他愿意出任领导这个行动理事会 伊斯兰党主席纳都斯里哈迪阿旺还在吉隆坡国家心脏中心疗养 因此书里主席纳都斯里端伊布拉辛今早十点半左右抵达国家皇宫 代表伊斯兰党进见元首 马华总会长纳都斯里魏加翔则在中午十二点左右入宫进见元首 他也是第一名面胜的国阵领袖 两人事后都没有对外发言 前首相间国土斗士党创党领袖敦马哈迪 下午两点左右乘车入宫 并在一小时后离开访工 敦马下午四点十五分召开线上记者会时表明 面对新冠肺炎的确诊和死亡病例暴增 经济衰弱 政治不稳定和社会问题重生 现有政府却无法解决危机 因此他以一九六九年我国颁布紧急状态为前车之鉴 他主动提议成立国家行动理事会解决当前的问题 political masalah ini 在1969年的513事件后我国进入紧急状态 当时由国家行动理事会接管行政和立法权 并由副首相敦阿都拉萨出任主席 成员共有十人 不过首相东姑阿都拉曼被排除在外 这个理事会到两年后 也就是1971年2月23号才解散 敦马坦诚 由他领导的行动理事会不太可能发生 因为这个理事会必须由现任政府向国家元首建议才能重立 但是他希望陛下在下个星期举行的马来同志者理事会的会议上传达建议 敦马也承认 曾接到公正党主席拿都斯里安华的来电 双方讨论了国家目前面临的危机 But I did talk with Anwar He rang me up First, he rang up Mukhris saying that he wants to talk to me Mukhris asked me whether I am prepared to talk to him I said yes And at night he rang me up And he doesn't seem to He seemed to be Well, unable to 另外国家元首也有询问敦马 何时适合举行全国大选 敦马认为当八成的人口接种疫苗 达到群体免疫解决疫情危机之后 才适合举行大选 否则沙巴周旋导致疫情恶化将再次出现 不过他认为国会应该尽快重开 让人民带意识可以讨论民生课题解决民困